霹雳小组破门后顺利逮捕嫌犯 这个由两黑帮合组的诈漆水房集团 在桃园市以某处吃清店作为据点 指挥操控水房成员收购志愿者及空壳公司账户 作为转账的人头账户 再与境外诈骗化物机房合作 提供账户资料给被害人汇入款项 最后由水房成员将不法所得层层转会 再由集团车手提领或是将账款转入虚拟货币专户 以购买虚拟币方式转回到海外 隐匿不法资金流向 专案小组兵分多路在桃园新北苗栗等县市搜索14处场所 居体逮捕19名组织成员 并起出翻案刀谢及泰达币等虚拟货币 在桃园苗栗还有新北市等地区 同步执行搜索居体 那共逮捕刘信主贤 等19名的一个诈欺集团成员到案 那并查扣作案用的手机电脑 还有账户 泰达币 还有开山刀 还有球棒 手套等相关的一个账证物 那我们全案 以组织条例 还有诈欺 来移送地检署偵犯 警方分析被害人大多遭假投资手法诈骗 除了追本溯源继续向上追查 警方也呼吁民众 投资理财一定要小心求证 以免辛苦所得被骗 记者张气腾 台北报导